欢迎来到陈兴娱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 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迪丽热巴低调看展倍偶遇 顶级美貌经验路人回头率超高 3月12日 曾卷入与男星黄景于恋情 及私密怀孕风波后的 国内知名女星迪丽热巴 被网友拍到参加珠宝展活动 即使戴着口罩现身 也是人群中最显眼的存在 当天由网友爆料称 在珠宝展现场巧遇迪丽热巴 拍摄者从远处抓拍 只见他穿着棕色大衣 一头长发盘在脑后 戴着白色的口罩遮住大半张脸 即使打扮低调 但他的精致五官仍吸引许多目光 不少人更回头盯着看 可见美貌惊人 不管在哪都是人群的焦点 据悉 当天市的知名品牌内部晚宴 除邀请品牌大使迪丽热巴外 还有男星阿云嘎 孙一涵等人 服装上多位黑白色 只有迪丽热巴穿着红色礼服 在合照中十分亮眼 足见品牌重视程度 照片在网络公布后 许多粉丝纷纷纷直呼 是公主殿下 红得很夺目 人群中一眼可见的大明星 气质太优越了 美得有点过分 好有贵族公主的气质 披着最朴素的披肩 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 把八姐就是这么红 近期知名品牌网络官宣 迪丽热巴成为新一任的品牌大使 毫无预兆的空降 让许多粉丝惊讶 品牌社交账号封面 也纷纷更换为其本人 更宣布让迪丽热巴 成为中国区彩妆代言人 隆重的待遇引起不小讨论 其实 女星迪丽热巴 拥有前途后翘的完美身材 艳丽外表被誉为 新疆四大美女之一 每次亮相活动造型 都能惊艳不少网友 加上演技精湛个性讨喜 在演艺圈迅速穿红 机身女顶流 穿着打扮和街戏等 在网络上都有超高的讨论度 迪丽热巴现身三亚 穿毛衣隐争意 与路人形成鲜明对比 迪丽热巴怀孕的风波 终于告一段落 前段时间 工作室放出了迪丽热巴的最新形成 半个月的时间里有很多活动 此前 迪丽热巴长期没有工作安排 曝光率很低 半年多没有进过电影组 对于当红女艺人来说 甚至可以称得上是顶流 对于女艺人迪丽热巴来说 这其实有点不正常 无论是同期 前期还是后期 女艺人都非常专业 堪称顺利入戏 出团时间超过半年的 当红女星几乎没有 事实上 迪丽热巴已经出道多年了 现在迪丽热巴已经30多岁了 已经到了转型的阶段 接下来 她对剧本的要求也会更高 处于转型期的艺人 继续追求数量并不是什么好事 对于迪丽热巴半年多不进足 她自己和团队都没有给出太多解释 导致粉丝们在狗子队报道 迪丽热巴怀孕并不断怂恿工作室 回应时担心不已 目前 迪丽热巴正在三亚演出 网友纷纷拍到她在三亚 三亚的气温不低 迪丽热巴却在三亚穿着厚毛衣 她的着装和造型也引发了网友的争议 尤其是与路人穿半袖形成鲜明对比 很多时候 为了保持形象 表演者在急冷的温度下会穿得很少 这一次 迪丽热巴的造型非常反常 让大家想起了她之前的怀孕传闻 大概是因为红的人多 迪丽热巴这几年的人气是越来越高了 早年还算顺利 但近几年的恋爱绯闻越来越频繁 自从迪丽热巴和黄景瑜合作拍完幸福触手可及之后 狗子队就经常爆出两人的恋情和一些互动细节 狗子对追的另一个原因是黄景瑜和迪丽热巴都没有给出肯定的回答 现在很多艺人都会选择冷淡对待这段感情 主要是不想让相关问题进一步发酵 大部分的冷遇在网友眼里都是一种标配 但是迪丽热巴的粉丝绝对不能接受她和黄景瑜在一起了 对于迪丽热巴的恋情 粉丝们并不反对 她现在已经到了合适的年龄 她的事业才刚刚开始 她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很长一段时间 大家一致认为 迪丽热巴可以选择更好的恋爱对象 黄景瑜这几年塑造的形象非常好 她出演过多部电视剧和电影 却被此前自称前妻的女网友爆料 她有隐婚甚至家暴 前不久 这位女网友又指认了黄景瑜 娱乐圈每天都有很多新鲜事发生 但对于艺人来说 辟谣还是很重要的 否则当相关负面消息屡屡浮出水面时 还是会再次影响到艺人的形象 这一次迪丽热巴在三亚穿卫衣的争议显然是多余的 她的好身材是娱乐圈公认的 没必要通过路透秀出来 大家还是很期待她后续的作品 感谢您观看此视频 如果您觉得此视频有用 请点赞并分享给更多人观看 我们的陈兴频道还有许多其他有趣的新闻视频 供您选择欣赏 请点击订阅按钮 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